作者谢明洪编辑李春辉张书平的造型,电影咖的演技,剧网们的投资,已经可以并称影视剧《宣皇帝的新衣三件套》,都说确实有,奇夸很厉害,就是咱普通人可能太迟钝,愣是感知不到,一线古装大剧由张书平操刀造型,如今刺成惯例。 最近,当群众纷纷表示对如意传中周信的蝴蝶结和霍建华的绿马甲审美障碍,倒是不少人忽略了天圣长歌更加剑走偏锋,张大师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新头号拨点和菱形图案,令妮妮看起来像一只扑乱额子,不愧是大师,丑都丑得标新利益,好在大师身份贵重,人家只负责男女主角的造型, 这也就造成了大量重磅古装剧里,配角还能看看,男女主的造型简直和别人有次远避,比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醉玲珑,烈火如歌,天圣长歌,如意传,还有叙事呆发的大名皇妃和帝王爷,是的,汤维和张子怡的发际线马上也要经受最严峻的考验, 是我对美有什么误解,还是圈内太过迷信张书平,由于审美这种东西没有确切标准,难免让人陷入自我怀疑,毕竟,人家张大师可是十二座金马奖,十一座金像奖,拿过奥斯卡提名的服装设计啊,肯定是我太没品味了, 张书平和王家卫在第八十六届奥斯卡都写吸毒,青蛇,花样棉花,一代宗师,张书平的电影佳作确实足以影史留名,然而近年的古装剧作品,也却忽丑得很明显,一种说法认为,质如金演员的颜值不行,没有神言来扛张大师的神迹, 2005年的《风云2》,张书平三个小时为四位主演设计了造型,拿走了二十万,寸头涅风,乞盖不惊云,撸创无名,沙马特断浪,爆炸头第二梦,实在是让风云变色,在主演黄毅表示造型太丑的时候,张书平直截了当,是他长得不好看,不适合他的造型,张书平的造型, 已经成为影视圈的一门玄学,当家花旦为何对镜会探,人气小身和以头皮发麻,造型争议为何频频上演,是娱乐圈发际线的节节败退,还是张书平入股了霸王房托,请收看本期,走进科学之张书平传奇,一感颜值公平秤脸不美,千万别找张书平做造型, 马景涛就是生生靠自己的脸,应扛过以天图龙记和新龙门客栈,作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美术指导,张书平的天赋曾令部分香港西浪潮作品声色不少, 爱沙1981年拍摄于香港电影西浪潮时期,张书平带来的形式感和冲击力极强的红白蓝三色,以及极简构图,每一帧都如画一般, 红与蓝贯穿影片史中,林青霞的红肠和蓝墙,后又加入白色,红白蓝三色交替出现郁郁各不相同,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 但相信我,如果没有林青霞那一张无可挑剔的脸,夸张书黎的色彩对比,会让演员宛若至深鬼片,张书平与徐克导演合作的, 鼠山金剑侠,开启了他古装片美术设计大门,之后的新龙门客栈,更是诠释了一个奇诀灰鬼,风云突变的武侠世界, 新龙门客栈的服装无论色彩和用料都极简极速,但又很有质感,完全是张书平的用料特点,再加上恰到好处的人物造型, 尖采绝伦的武打场面,配以漫天飞沙让人过目不忘,不过,真子丹的腮红问题已经很突出,等到了如意转,周迅原职被铺天盖地的吐槽, 一方面确实美人耻目,但也和挑剔的书平特供,妆容绝对脱不了干系,在这部戏里,周迅要么过于浓艳,和真子丹一样面犯腮红,要么过于清淡, 光是看见超宽双眼皮和嘟嘟唇出戏,这正应了张书平的颜值定律,你是否能想象青蛇,不是王祖贤和张曼玉,那估计就是新红楼梦的模样吧, 祝,新红楼造型为叶锦天,张书平的低适配性在于,造型要么极其繁复,要么极其清水,对脸的要求特别高, 以1994年新天龙八部之天山同老魏力,林青霞和巩俐纤细十足的造型仍为观众乐道,但这造型细思极恐,两人的发际都不带配饰,穿的衣服也是纯白或纯红,唯一不像黑白片的地方,就是眉间画一个大红点,这么清水寡淡, 当今华语影视圈有几个女演员称得起,普通观众苦张书平久矣,影视圈的主创们难免也要犯嘀咕,大名黄碑中汤维的路透造型,丑到让印唐军心疼, 据传当时汤维对造型也非常不满,但还是被制作人劝回去了,这可是得奖无数的大师啊,肯定是你审美太露,更惨点,是你尝的不美, 本来,影视剧的造型,是为了适合演员,配合剧情而存在,是一个整体文艺产品的零配件,但到了张大师这里,就变成了独立的艺术创作, 反正我就要这样搞,请演员来适合我的造型,看得我头皮一紧眼一圈的压力越来越大,发剧线问题明显,带给张书平的最大冲击无疑是, 头皮越来越不惊勒,如意转开播几集,太后的迷老鼠耳环,轻英的蝴蝶结丝巾,还有皇上的绿马甲先后上了热搜,紧接着周迅的腮红也上了榜, 关于剧情的讨论少得可怜,光是造型和妆容就能开个吐槽大会了,照应堂军看,关键时刻,还是张大师靠得住, 以一己之力撑起整部剧的热搜,瞧瞧如意尽宝亲王府结婚的造型,朱翠老气,红花艳俗,活脱脱一个被王熙凤插了满头花的刘姥姥, 而色彩调度上,则过于饱和,红黄绿铺满屏幕,像一个村里刚通网的大孤僻的图, 齐头也争齐斗艳,茄子型,变异大拉翅,扇形不易而足,周迅二八分的刘海也是增灵力气了, 书那么紧,看着演员都觉得疼,因为善于书大光明头,赤裸展示明星发际线,抚慰无数脱发群众的心, 张淑萍近年又获益雅号,约,张淑萍,杨幂流失失迪律热巴周迅妮妮张子怡汤围, 娱乐圈大女主人任自威,勒紧头皮挨个被载,去年三生三世热播,杨幂再次因一段剧情, 书的大光明到同头被网友刷屏吐槽,逼得大秘密只好自嘲要去直发, 而出演最玲珑的寒雪,也自嘲美发就来离境天,你值得拥有,这还是颜值过硬的女演员, 你还记得被黑橙直辜负支配的恐惧吗? 今年可以重温哦,管你什么脸型,什么朝代,什么人设,统统书上去,遇到书评, 感觉就像遇到了中学的教导主任,或者缩性都批反下来,再不就来个贴片假刘海, 书评的审美,数十年如一日,堪称最保持著初心的美术指导, 1994年拍摄的东斜西毒,美术设计与服装设计均由张书评计完成, 该片获得第十四届香港电影金箱奖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奖, 张书评的设计粗广沉重,简朴古雅,跟大漠风沙混为一体, 场景只见荒野和流石屋,侠客身穿Grande将朋克美学与典型户外服装 如法兰戎格纹衬衫混搭起来的一种风格开秀大袍,批发许资,粗广中是颓废的魅惑, 这部书评代表作中,演员们就大多披散头发,或者书个最简单的发剂, 张大师身安大道质简,袁生态的造型最省力,然而时宜是意, 大师又准备吃老本到几时呢?好歹考虑下现在90后都有脱发危机的问题吧, 书评很忙张子怡可算最后一位能撑住张书评造型的演员, 张书评在一代宗师的美术设计如水墨画,片头烟雾和水系形成漩涡, 嘶吼的男人们在画面里像丝带一样轻盈,一群浓妆艳抹身着华丽旗袍的红尘女子中, 张子怡饰演的龚二衣身白底黑花刺绣旗袍,反而脱颖而出, 净冷淡风的造型,配上张子怡的电影脸, 相得一张,龚二的黑色大衣,黑的身后又细腻丰富, 玉兰花长袍从林口露出少许,在雪地里练习64首, 背景清澈,雪花飘落,如一幅处处留白的中国画,平心而论, 那些书评用心做的电影作品,特别是配合一线电影大导的镜头语言, 还是赏心悦目的,但到了一年不知接了几部的古装大剧, 张大师的复制粘贴大法就难免要出来作祟, 光是2017年和2018年的播出和带播古装剧, 就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醉玲珑,烈火如歌,天圣长歌,如一传, 大名皇妃,帝王叶,贺丽华亭,顺便说, 时装剧的恋爱先生,也是张书萍操刀, 这年头,你要不请个张书萍做美术指导, 简直不好意思吹自己是大制作, 以最玲珑的造型为例,几乎都能在过去的作品里找到影子, 审美还是停留在九十年代香港武侠电影造型上, 陈伟廷的帽子不细看都以为是大师从箱子里, 翻出来林青霞当年带过的那一顶, 从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的造型, 就已可以看出张书萍对东迎风的癖好, 而到了天圣长歌, 书萍所信给陈坤穿上了日本的寿衣, 这样书萍千篇一律, 观众群洗吐槽的造型, 却能让片方始终趋之若鹜, 原因无非有二, 其一,影视剧产业短期内爆发, 使得造型人才紧缺, 而大剧评出, 要求高配, 早年声明在外的张书萍团队, 自然成了金主们的首选, 其二,成名于九十年代并一直活跃于大荧幕的张书萍, 其个人画的设计风格实际于小荧幕水土不服, 但毕竟接手的都是大制作, 撞上个爆款也不稀奇, 结果后来人就拿书萍造型, 也当了爆款元素, 殊不知书萍的造型是被群众应忍着看下去的那个, 说真的,电视剧这种东西吧, 说到底是大众娱乐产品, 宁愿看你美得很平庸, 也不想你丑得标新利益, 找张书萍做造型, 是不是一种对自己具体很负责任的行为, 应堂军认为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片方在创作上的懒惰, 才会让张书萍在一次次被观众吐槽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无限放飞自我, 快来看啊, 我有最大的IP, 最有演技的电影咖, 得奖最多的美术指导, 最不差钱的投资, 最多的老谢股配角, 以为集齐了七颗龙珠就能召唤神龙, 拜托各位, 清醒点吧, 观众都跑了两三年了, 也访兴纳都偿获稳ス, 同样的角度,